笑容甜美看起来十分有气质 遭到枪击的王姓侄女 脸书上处处都可以看到和女儿的亲密合照 不但假日一起出游踏青 在家里也一起下厨做葱油笔 可以看出母女俩的感情相当融洽 住家前已经摆上丧礼花圈 家属哀动不愿面对媒体 41岁的王姓侄女离婚后 带着11岁的女儿和爸爸妈妈住在一块 去年底才带着妈妈和女儿到长滩岛玩 一肩扛起家计的她却不信赏名 平时王姓侄女就是在渔池的这家红茶厂 担任会计兼舱馆 平时工作认真勤奋 同事听闻死讯都难以置信 人员都还不错啦 因为在我们家做会计也做了十几年 其实都还蛮认真的这样 人员都会觉得很可惜 妹妹在脸书po文对死去的姐姐说 会代替她照顾爸妈和抱贝女儿 让人看了忍不住鼻酸 一家人幸福到处吃喝游玩的景象 因为叔叔的一时冲动 再也回不去了 介红杰明南投报道